又有夜市傳出要洗燈了 已經有二十多年歷史的台中豐原太平洋夜市 每個禮拜只營業兩天 是當地人喜愛的夜市之一 但現在傳出地主呢決定賣地蓋大樓 夜市只營業到八月底 讓不少在地人得知之後好崩潰 直呼說好可惜 豐原沒了夜市好逛 不過呢地主豐原慈濟公出面駁斥謠言 強調說不是要蓋大樓 而是租約到齊了 走進太平洋夜市 入口處東山丫頭地瓜球 是知名的排隊美食 另外裡頭的三十年臭豆腐 從有餅豆乳機 更是饕客口中經典中的經典 不過現在傳出因為逐月到期 地主準備蓋大樓 太平洋夜市只營業到八月底 就要洗燈 滿可惜的 就是少了一個夜市吧 一個可以去的地方 滿可惜的 我常常在那邊玩 太平洋夜市位於台中豐原 一見為二十年歷史 每個禮拜只營業兩天 是在地人最愛的夜市之一 西燈消息一出不只當地民眾 網友更是一片哀嚎 指乎太扯了好可惜 從小到大的回憶 豐原沒夜市好光了 大家準備怒吃起來 收起來是地主的問題 因為地主要收回去用 當然是有比較好 因為這裡帶動這個所在 好生意好做 根據尤解夜市土地 為附近慈濟公所有 1998年出租給太平洋百貨 作為停車場使用 百貨業者再分租給夜市攤商 做生意 如今百貨公司決定補蓄租 夜市攤商只能跟著撤離 外船公廟收回土地後 要新建大樓 廟方出面駁斥 那目前我們風源池濟公 在這一塊地的規劃上面 有規劃要新建 一座大概250坪左右的建物 然後目前定調為風源故事館 未來要做任何的使用的規劃 我們都還有協商的空間 廟方說停車場限制 雖然有1000多坪 但主要為工業用地 不可能蓋大樓 但不排除新建地標 帶動地方繁榮 至於夜市能否繼續營業 廟方僅簡單回應 夜市屬於百貨與攤商的私人契約 廟方無法介入 介紹川雄鴻傑明 台中參謀等